來請許蘇柏委員 來主席我請主委好嗎 請王主委 許委員早 早 主委我想就教於你 那個我們的外勞政策 非勞的部分 目前還是在凍結當中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沒有 沒有正式凍結 我們當初在採取整個有關外勞政策的部分的時候 配合外交部 然後但是我們 就緩伴嘛 緩伴的意思吧 是不是 提高審查成績 那現在目前來講 從上一次事件發生到現在 有沒有核准過任何一個案子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2月8號的時候 開記者會 那2月8號以前 所有已經提出申請的案子 我們都照常進行 只有2月8號以後新申請的案子 所以還是有核准 提高審查成績的方式 所以還是有核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照你這樣講法的話 2月8號以前申請的還是有核准喔 是 那根本沒有緩降嘛 那你現在2月8號以後 延緩 那根本沒有什麼差別啊 跟委員報告 那那時候不是告訴國人說 我們就是緩降四個月嗎 有非常大的差別 因為 從外交部報回來台灣的資訊裡面 很清楚可以看得到的是 以前大概一天 會到我們 主要動態去處理的人數的部分 其實是大量 大概只剩下六分之一 不是啊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從2月8號以前已經提出申請的 那2月8號之後 2月8號以後還是有 這個2月8號申請的還是有核准的嘛 對不對 沒有沒有 當然這不屬於你的職權啦 我完全配合外交部的政策啦 但是我是認為說 對你配合外交部政策 但是我看目前來講 勞委會也沒有真的配合外交部的整個政策啊 你現在也是希望了一招好像真的好像我們就把惠利賓的外僚把他動動了事實上也沒有影響嘛你剛剛講的2月8號以前提出申請的還是繼續在辦嘛繼續在處理嘛 跟委員報告其實2月8號以後的申請件數也非常非常多只是我們目前都提高審查 對那我不管2月8號以後我說喊動的那時候我們的想法是說喊動的同時就是不同意再核准任何一批的嘛 那照你這樣講到2月8號以前申請的在這段期間裡面還是有準的嘛 對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在採取提高審查層級的措施的同時對於目前已經在使用外勞的雇主還有外勞工作權益的部分三者之間如何能夠取得一個平衡點 是當初我們在採取什麼手段的時候 所以我們講那個都沒有用啦 你這樣子這樣子的話事實上都沒有達到我們一起的效果啦 各位報告其實已經對菲律賓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來到台灣也沒有說什麼道歉啊 也從來沒有道歉啊 各位報告其實私底下所有的交涉 其實一直都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我當然知道有壓力啊 因為用外勞用習慣的人 他是開始沒有外勞可用 甚至於將來申請不到外勞 當然會給各位各方壓力啊 各位報告其實我們很感謝我們的企業界 我們的樂大工商團體其實我們跟他溝通的過程裡面 他們基本上對政府的政策是支持的 我是認為說那時候我們的直接的想法是2月8號 2月8號宣布的同時就是所有的案子都停下來都不准再審 我怎麼會知道說2月8號以前的還可以繼續審 這樣的話那時候我在電視上我一定會批判你 這什麼政策嘛 你叫做動起來就是動起來就是暫時不審 所有的不管現在以前送進來或者後面送進來的就暫時都不審 等到事情明朗以後再重新拿出來審 才是對啊誰說2月8號以前的一定可以審 2月8號以後才不審 這又是誰的政策 是老委會的政策還是外交部的政策 還是全政院的政策 根文報告基本上我們當初在決定這個政策的時候 是誰的政策 你是不是老委會政策就好你告訴本期就好 還是不是 所有外勞政策相關的議題基本上最終負總責任當然是老委會 不是嘛那是誰說2月8號誰去給他弄一個 因為我們外界所有的想法就是動就是動 那個時候就是所有的審查全部放掉放下來 哪有說還有2月8號分割呢 這個我想這個將來要很明確的我不要再呼嚨我們不要再呼嚨 我那時候講的很好聽 根文報告完全沒有呼嚨 因為其實在2月8號之後 對於菲律賓所產生的這些壓力的部分 其實陸陸續續我們都有一些現場的報告會回來 你那個壓力我們既然要給人家施加壓力 也只有對菲律賓我們也只有這麼一點點可以被他施加壓力的 要嘛就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就是你2月8號之前送神我還沒核准的全部停下來 難怪人家不理你 好算了 不過後來他派菲律來就表示 我只想了解我只想了解事情的真實狀況啦 其他的你們自己自己去負責啦 因為那民眾的觀感的問題 第二個我要問的是這麼一年多來 我們的薪資勞工的薪資有沒有改善 平均的勞工薪資有沒有上漲 跟委員報告就是我們99年度的全年實質平均薪資是42122元 99年的全年平均薪資44430元已經是 是每個月嘛是不是 對 對 44430元 已經憑金融海嘯前的水準 它已經是一個歷史新高 雖然只有增加一點點 我真的很質疑 很多人在問我說 委員你如果告訴我們 公佈給我們 說我每個月的薪資平均4萬多 那這些零2萬塊的人 他說那我不是 怎麼平啊 怎麼平 平到我這裡來 這一塊應該是最多的 2萬到3萬之間是最多的 那4萬塊的怎麼平啊 怎麼平下來的 我們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公佈那個正確的數據 讓真的全民來檢視了解說 這4萬塊到底是他的薪資所得還是什麼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基本上有關於薪資的這個調查 是主機處在調查 那它一定有一個 全世界統一的一個調查模式 我是覺得質疑啦 所以99年的部分是44430元 平均4萬塊的勞工 平均4萬塊的勞工有多少 平均2萬塊的勞工 我們有一份書記資料說 3萬塊 不用3萬塊以內的300多萬 200多萬 就這個部分其實我也 那可以平下去怎麼可能 對 跟委員報告這個問題我也非常關切 所以我特別請我們 我們統計處 從主機處那個地方調回來的資料 就是說 的確 委員剛剛講的就是說 3萬塊以下的勞工的人數有 359萬嘛 佔了44.58% 的確是如此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10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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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92年的時候是47.53% 簡單講就是說 這10年來的確勞工的薪資部分的調幅 真的是非常 我再問一個 比較比較簡單的問題 但是這是這10年來普遍的現象 在92年的時候47.53% 93年的時候46% 都比現在高很多 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政府在講EQFA好嘛 對不對 EQFA好嘛 對不對 EQFA是什麼 免稅嗎 減免嗎 稅 EQFA開始實行是今年的事嗎 對 今年一百年一月開始 是吧 那我請問 EQFA免稅完了以後 有多少企業加薪 這些享受EQFA免稅的企業 你有沒有去了解 有多少企業真正的 把減稅免稅的這個優惠 投資在他們的勞工裡面 有沒有 你有沒有最正確去了解一下 是 跟委員報 這就是為什麼院長一直不斷的 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去跟我們企業界 這個勸說 你去了解一下 我希望 我希望下一次 不是 我希望把這個事實真相 公佈給全民知道 這些企業 這些企業的老闆 因為政府的談判 EQFA你得到了免稅的優惠 你竟然沒有認了一毛錢花費 在勞工身上 這些企業組就應該公佈出來 對不對 你得了便宜啊 結果勞工還是受苦啊 我們要不要去做一個統計 就是EQFA到底有哪些企業 省了多少的稅金 那不是交給我們政府 那是他自己 企業都多賺了 那是利用政府跟 中國之間的談判 所換來的這些利益 所以 中國那邊也在講啊 我們浪利三百億浪的老半天 台灣的勞工還是沒敢受 當然沒敢受啊 因為這些企業是得了便宜又賣乖啊 我們要不要把這些企業 我要幫你列入 你省下來的錢 至少一半拿出來給勞工 有錯嗎 沒有錯啊 這樣子才能夠讓所有勞工 享受EQFA的全民的優惠吧 結果沒有嘛 你弄了老半天EQFA 結果勒 為什麼勞工不買單 因為我勞工根本沒有感受嘛 你政府也沒有作為嘛 你只用道德喊話 企業喊話 那有什麼用 你就用正式的來講 我甚至於跟中國那邊講說 這樣的話你們根本不要再搞統戰了啦 你搞統戰有什麼用 你是要求這些企業行銷進去大陸的 假使我因為浪稅給你 你沒有浪稅給我們台灣的勞工的話 你這個企業就不要進口大陸了 為什麼我們政府會這樣子 你去思考看看 你真的老而而去調查看看 這些所有的企業 因為EQFA 而降低了將近300億的關稅 這些關稅到底有多少錢用在我們勞工身上 為什麼勞工到現在還是無感 還是沒有感覺到你政府來照顧他們 事實上2012兩大關鍵 一個勞工選票一個農民選票 對 這一塊很大一塊 很大一塊 你為什麼讓人家沒有感覺 所以才會造成說什麼產業外移 你講了半天 對阿 確實產業外移 勞工有失業 那你永遠在解決 那你有什麼辦法讓台灣的勞工 有感覺到說政府的作為有幫助 去思考EQFA的問題 我想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就是說齁 企業因為政府採取任何包括EQFA的簽署 包括減稅的一些措施 因此他獲利 一定要跟我們勞工朋友來共享那個經濟成長的過失 這個我完全百分百支持 我也呼籲我們企業應該要這麼做 那在實際作為的部分 包括譬如說 基本公司調整等等類似相關的議題 我們會想盡 我們各個方法做出力 這個跟基本公司調整 這跟基本公司調整無關 這是個別企業他必須負起的社會責任 這是第一個層 但第二個層次我要跟委員報告的就是 EQFA的簽署的部分 我剛提到就是說 十年來台灣的勞工的先知其實都這樣 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的整個產業政策出了一些狀況 對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為什麼要去解決法 對當然我剛剛講的 代表台灣的整個產業政策 我克制你這個 然後創造更多的利潤給 EQFA的問題我克制你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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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